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提供给您的是最新消息 立委指行政院发言人陈宗燕 11年前多次接受业者性招待 下午他亲上火线 掀开记者会驳斥 不过并没有正面回答 是不是有这件事 不过他晚间决定火速请辞上位获准 但如果获准之后 也代表陈宗燕将成为史上最担命的行政院发言人 才上任陈建仁内阁再报争议 这回是象征门面的发言人陈宗燕 十一年前当时陈宗燕担任台南市府民政局长 检方在茶器远景疑似包庇色情业者过程 意外曝光一名叫做王孝伟 绰号豆哥的男子 经常在脸书po出自己酒店工作状况 他似乎和陈宗燕交情匪浅 甚至陈宗燕疑似帮忙乔执照 对话中对方请陈宗燕务必帮忙 陈宗燕则回应送商业登记吗 他则说是配合变更登记 结果陈宗燕在问小云有空吗 还说有没有差不多的 陈宗燕是赖清德嫡系子弟兵 当时又是赖清德任内 要赖清德处理 记者会喊冤一概否认 但没给QA说完转身离去 也没呛告 关键的截图内容 到底和陈宗燕有没有关系 小云是谁 豆哥又是谁 恐怕短时间正义难平 再来看行政院长 陈建仁的国会处女秀 遭到国民党杯葛 要求普发现金 要加码到一万块 才让新隔魁上台报告 国会再度空转一个上午 快中午才在民进党护航下 帅领阁员进入议场 新隔魁处女秀就遇上震撼教育 令院备巡前夕才下令官员没事 都要到国会出登场 却偏偏无法登办 国民党很像马威 但温暖内阁还是给了软钉子 空转一个早上 中午一块中午时 陈建仁才在民进党立委陪同下 现身异常 就在前方在一档 杯葛同时执政党 则是忙着拍大个招 迎接新人 新院长之外 新部长也没忘 当人看到主角现身 在党的这一句诉求 终于可以当面喊出来 听到抗议 新隔魁如如不动 自家立委 隔着要求则是来者不拘 看到前隔魁女儿 俗巧会来隔着 陈建仁直接定格 配合度百分百 而且还有第二次 相比心也没问题哦 院长跟隔壁的副院长 郑文灿当然也要来一张 杯群第一天空转一上午 就在隔魁的位置上 他坐了25分钟 新内阁无功而返 新阁新气象 虽然上不了台 但拍照打卡 也算留下历史记录 体配新闻 李明灰家贵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行政院派版补贴方案 包含了一文津贴一千两百点 扩大到二十一岁 以及学贷防贷补贴 就被质疑这是针对年轻族群大撒币 这是我们执政很重要的目标 每一个人都要得到温暖 而且贴切的照顾 要给大家温暖 最实际就是钱 行政院拍板补贴方案 一千两百亿文津贴 扩大到二十一岁 学贷符合资格 免除一年本息 还有房贷补贴 但就是这个被批 根本无助于买不起房的人 治标不治本 而且这补贴只是短期性 讲到都动气 但就连自家人也有意见 确实是顺了故意 逆了少亿 那尤其是现在年轻人 对于居住正义的坚持 跟这个可能更迫切的需求 是希望能够解决高房价的问题 还有学贷补贴部分 这一次这样子的政策出来 我基本上算是肯定这个方向 但是我也要一直强调说 一次性的补贴 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更别说一口气这么多政策 就被指使绿营选前 为挽救明星大撒币吗 大撒币就民进党的选期 因为明年要大选了 他针对年轻族群 开始撒下去了 无疑已吹响2024选战号角 TVB的新闻李明慧 吴奎李作恒林家慧 SNU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收到2024郭台铭公开表态 想冲回国民党 如果真的由他挑战总统大卫 不管跟谁搭配 目前的网络好感度如何 详细内容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到底要不要出一战2024的总统呢 现在也引起大家非常多的讨论 那主要还是因为呢 他在日前一度就看起来有松口了 对于2024他是有起心动念的 可是他想选总统 但能不能当选 还要看民众是否买单 那么当然现在他得面对一些问题 首先是包含呢 回应富士康在中国大陆 以及未来两岸关心 如果他当选之后 他要怎么样来处理 还有现在比较近的这个隐忧 就是要如何面对 这个蓝营内部对他的信任 以及在数字上 这其实是更现实的问题了 因为根据呢 这个台湾疫情研究中心 他们就分析说 如果是赖清德和肖美琴 两个人搭配的话 好感度是零点八七 那么呢 如果是侯友宜跟卢秀燕的话 是零点八四 但是你看到郭台铭 搭上朱立伦 不管是搭上王金平 甚至是柯文哲 这个好感度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说 郭台铭不管跟谁配 这个好感度 现在看起来是落后 赖清德以及肖美琴 这样的组合 那分析原因呢 主要还是因为呢 政治被谷这件事情 可能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更不可能只喊出一句 非绿大联盟 就扭转蓝营 对郭台铭的印象 蓝营内部现在对郭台铭骂声不断 向前立委蔡政员就痛批 他把国民党当成公共厕所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还有新北议员傅贺说 用流动厕所形容更为贴切 如果有机会表现 让我们欣赏 我们就不用到美国去看NBA球赛 与蓝坛强人站在一起 新北市长侯仪 发布的他们赶紧献祭 但自己却让支持者等得好交集 市长那自己有想出 2022是怎么说要上场 我现在是新北市的市长 不是上场时机 暂时先做观众席 但就算母鸡不想伤了党内和气 各式各样的攻击却朝潜在对手 郭台铭而去 你把国民党当公厕 尿急的时候冲进来 然后离开的时候 又嫌厕所臭又脏 现在觉得厕所已经洗干净了 你要再次的进来冲进来 公共厕所的一个说法 其实应该准确一点 应该叫做流动厕所 人选都还未明 骂来骂去却都跟洗手间有关系 只让近期与郭台铭走很近的他 听闻后频频叹气 大家太过情绪化 希望能够沉住气 也希望要口出欧元以前 多想想 不要到时候彼此受伤害 我期待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不分你我 不分主群 甚至不分党派 大家一起团结 在一面 就怕一艘好奇打到分崩离析 如何缓和浙江局现在传出 国民党中央可能采取去年的张胜正模式 也就是不定提名时间 不管有没有表态 把适当人选通通纳入 内参民调同步将外部民调做参考 协调后直接征召 你要有一个能够单责任选举的人 但你要有一个有成人之美的人 愿意成全的人 那如果这两个要件没有同时具备 那就会变成分裂 成不住气 怎么赢 过来人的经历就像一面镜 TVBH流利成人风格消除台北部导 有媒体民调指出郭柯佩迎面大 但柯文哲会甘愿当副手吗 这把时间交给作合 好2024的组合 现在有各界不同的揣测 那么现在根据网路媒体一份最新的民调 他们就说如果柯文哲他不选 那改支持郭台铭以武党籍的方式来参选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武党大联盟的概念 那么就只说这样子来看 郭台铭可以获得百分之三十二点二的支持度 是最高的 胜过赖清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八 甚至原本大家认为说 也是这个莱茵的母鸡的侯友宜 他只剩下百分之二十四点四 会位居在第三名 那这份民调看起来是要利口说 郭台铭来组跟柯文哲组成这样的方式 而且在之前 其实民众党的北市议员 也是柯文哲子弟兵黄敬盈 他就提到说 柯文哲思考如何让台湾更好 所以不排除要跟谁合作 当然外界联想说 这是不是代表柯文哲 他宁可要当副手来放弃参选呢 不过民众党人士就分析说 你看到现在近期郭台铭对国民党示弱 也就是说政党的力量 在现实上还是有一些考量了 参加大选 不代表有钱就可以办得到 而郭台铭呢 他在2月14号的时候 更是直接的就驳斥说 有郭柯配这样的说法 他说从来没有郭柯这个议题 他也不晓得这件事情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了 看完了政治消息 想要轻松一些吗 可以扫描我左手边的这个QR Code 娱乐大小事一手掌握 是的 就来关注大陆的间谍气球 飘向马祖岛东影 详细情况再请做衡打我们了解 好 间谍气球议题非常好 主要还是因为呢 这引起了中美关系的紧张 不过呢 现在在台湾这边也说 发现了这个类似是不是间谍气球的 不明飞行物呢 主要是说在陆军东影地区指挥部 他们证实说呢 有发现一个数字探空仪哦 那么呢 说这个初判呢 还是气象探测仪为主 不过当然这时机点非常的敏感 所以引发很多的关注 那这个气球呢是录制的 是从16号从空中飘落 那当然目前研判呢 并不是要作为这个间谍来使用的 可是对于呢 这样的间谍气球 台湾民众是怎么看的呢 台湾民意基金会 他们有一份最新的民调 就是说如果这个气球 真的入侵到台湾领空的话 对于说国军要不要直接 把他击落呢 有超过五成 有百分之六十六点三的人 他们是赞成的 而没意见的人是有百分之七点一 不赞成的则是百分之十九点二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个数字上呢 支持跟反对的人 他们相差来到了四十七个百分点 而且强烈赞同的人也突破了四成 也就是说其实台湾社会共识是非常清楚的传达 这样的意思 也就是主权不容许任何的外来挑战 日前才被美军击落的中共气球 现在又有另外一颗出现在我外岛第一道防线 马祖东营岛 十六号上午十一点左右 马祖东营指挥部发现一颗正在向下飘落的气球 随后在靶场食货残体 整颗气球直径大约一公尺 仪器盒上还有以简体字标示 数字探空仪以及气象仪器等字样 国防部初步评估应该是颗气象气球 而非征搜用的间谍气球 但这句料敌从宽指的是 不把越界的中共气球定义为第一级 但有民调显示高达六成六的民众赞成 比照美军将这类型的气球击落 反之有两成左右民众表示反对 再也更呼吁国防部别赛挤牙膏 针对这个事件必须要依照它相关的这个程序 包含这个后续的这个情织的一个公开 一颗气球先动两岸争议 而传出美国国防部负责大陆事务的副助理部长 蔡思近期内也将访台 美中台三方角力 两岸情势已是急需解决的危机 前副总统吕秀莲出席台海论坛呼吁蓝绿团结 抛下九二共识才能将台海危机化为转机 今天上午九点多发生一起规模三点一的地震 而这起地震相当的罕见 主要是因为中研院证实起因跟大屯火山活动有关 阳明山运动公园的监视器突然上下震动 另外一个角度一样晃了一下 大约四秒钟才停下来 山下北头去的健身房监视器也拍下 轨道上的证明灯被震得左右摇晃 周五早上九点多规模三点一的地震发生在台北市北头 罕见的事不是常见的板块错动 而是跟大屯火山有关 主要的原因跟大屯火山的活动有关 那大屯火山它底下有一个在会活动的一个岩浆窟的构造 那这个构造可能有一些流体的流动 气象局表示七星山下面的岩浆户 因为热作用造成压力向上推挤 造成地层大约四公里处的岩块塌陷往下掉落 而专家推测掉落岩层的直径非常大 才有可能酿成地震 中营院统计大屯火山群最有可能发生火山活动的地方 有大游坑和八烟矿嘴山这两个位置都偏北 二零一九年后规模三以上地震明显增加 但这次的七星山位置偏南 最近一次地震在二零一四年 士林区瑞士规模四点零 距离这次地震已经将近十年 应该没有说火山喷发的可能性 它绝对不是只有产生今天这样一个地震 它可能会产生几百个或几千个地震 而且从深的 岩浆从十公里变成九公里变成八公里 七公里 岩浆一直抬升上来的时候 一路上就会好多好多地震一直伴随着产生 专案认为如果是火山喷发迹象 应该会有频繁地震发生 因此不用太紧张 目前也没观测到大屯火山群气体 温泉水或是地表有太大变化 地别新闻 终于门草政人台北采访不到 二月有两天的补班日 不过因为有二二八廉价 所以还是能收到十天 但下个月的立价只有七天 是今年年假最少的一个月 把握台北灯会 最后倒数几天 每照拍好拍满 但隔天得上班 想到就好烦 没有我们都是固定八天 平均 可能平均比较不会弄痛哭 还好 所以你很喜欢上班 没有 为了补二八廉价 回家收拾心情 准备上班 但这个月还不是最惨的 下个月假更少 下个月只有几天假 这么少 我不太能请 因为我在医院工作 就不太能请 民众验试到报表 摊开行事例来看 二月就补了两次班 不过因为有廉价 总共还是能休十天 三月最辛苦 只有短短七天 二十五号要拿去补 四月三号的清明廉价 民众疑惑 为何不把这天补班 移到四月八号 清明廉价后 只要再上三天班 就能休一天 而且还不会压缩到三月的假 不是补了两天吗 先生都说怕累垮 希望政府可以改进一点 可以让大家有没有 不要这样子有没有 就是放假 后来又要先受到这个 毕竟月休七天 厌世体感特别严重 但也有排班制的人无感 对我来说没有差 因为我们是排班的 我们公司的排班 就是都固定的 就一个月都固定休那几天 大多民众都希望能平衡一点 不少人好奇 为何三四月天堂地狱差这么多 政府相关的单位 确实应该考虑更周延 更人性化一点 我们也希望人事行政总处 可以记取这一次的民怨 要先苦后干 还是先干后苦 都脱离不了个苦字 假期已定 民众心情也只能自己调试 各位讯文 董事长在台北上半岛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